168 大公報 期待劇行清風吹入香港 2015年7月4日 中國新聞A16 大公報信 實習記者論譽下報導 6月28日下午 參與《帆長光行動的香港傳媒學子》 一憑前往深圳喜得勝自行車產業員參觀訪問 作為內地最大的自行車生產廠家 喜得勝者在互聯網高科技手法將自行車概念全新包裝 打造出一批健康、環保且兼具高脆微的高端自行車 備受其行愛好者追捧 舊時代的自行車大級人們的時代步功能 而如今生活水平的極大提升 自行車的代步功能淡化了 然而它並沒有退出市場 反而被注入新的理念並結合當下高科技手法 以健康環保高脆微的形象呈現在大眾面前 在深圳市起得勝自行車產業員的文化博物館內 大量珍貴的古董自行車和藏品 以及高科技3D全式影像視角展示 講述自行車文化的悠久歷史 再現自行車工業的科技魅力 令官者經歷一場震撼心靈的自行車文化之旅 而在產品展廳 從山地車到電動車 各式性能的產品臨狼滿目 其中一款號稱全球最輕的自行車引人注目 據介紹 喜得勝從女性角度考慮 在產品研發中創新性地引用新材料碳纖維 極大的減輕料車身重量 機者獲釋在互聯網家的大背景下 喜得勝近年來不斷加大科技投入增加自行車的負加值 目前其生產的自行車 部分已具備導航、放導、心裸測試等功能 滿足了一定高端人群的需求 據喜得勝的工作人員二照介紹 喜得勝去年銷售額達17億元人民幣 銷量一百多萬兩 其中國內和國外國佔百分之五十份額 不過目前尚未進入香港市場 香港空間有限時限制自行車銷量的一個重要影響因素 二照指出 目前香港劇行氛圍未濃 但港人熱愛戶外運動 節假日行山淘寶等活動經常可見 更有不少港人趁假日組團北上劇行 香港自行車市場仍有待開發 謝謝大家 不照顧 感谢观看